剛剛那個是一波4打5 閃亮的combo接著有點太...太好 Xyna是完全沒有機會 哇 被嘲諷了 回進...雙方各秀一個黨徽 成竿要出來 應該是沒機會去抓到這個 好 這邊的話已經聽到Karsa去開六鳥了 所以可能不會有事 他腿是不會怎麼樣 搶幾隻算幾隻 對你上去硬拍 Q1是有命中但是右邊是有Mable 哇這邊Q2命中 再跳上來 你這邊是確定要打嗎 一個2打1 反而是他被逼出閃現之後 魚也是過來要打一個2打2 可是這邊感覺底心要先死 兩邊交口全部打完之後 看一下上到哪一邊來得快喔 又是繼續一個Round 2 飛車閃現被逼過來之後 這邊的話命中過來救駕成功 還被火烤一下 慢慢烤下去壓制 像是說Mable這條線路 這邊的話其實他照理說不用Q2上來的 因為你上來反而是自己閃現又會被逼掉 那後面的話雖然說想要應換對方的Karsa 這其實有點可惜 他剛剛的Q1空了 他Q1如果有中的話可能 我覺得他還是會死 真的是卡在S3的Jungle 版本沒更新啊 對啊 下路這個也太熊了吧 看到說Karsa已經在他們的藍BUFF區這邊 到處游走 這個怎麼會被打出其他 100滴血 一個腐敗劍魚 然後反而是Betty還被框起來 還被這個 這應該是 滿意時間只有幾秒 我現在TP7秒了 然後這邊有人吼了 上路也是有藍光過來 頂會去再炸 喔 閃現還OK 但問題是有人跟上 上次了 其實 你說鬥志已經全無了 你剛剛如果要打的話 剛剛那個局面已經是 你有辦法買到最好的局面 決定要踢上去耶 被套得虛擾反而是 這邊的話已經有爆了 血量耗石太快了吧 這個要給一顆魚 上去硬戳 感覺有機會要收到Betty 但是Betty這邊的話是有人幫他套盾 你沒有收 落地時間 所以他就是完全不抵達最保險的那種 哎唷 這邊一上去之後你已經露臉了 但是應該卡不牠 拜拜 有有有 他們有拿到牠了 但是這邊有拿到牠了 這裡真的是可以殺到 牠身上是有大魚的 有啦可以知道 欸沒咬到 還被綁起來 哇 喔 欸沒有 欸好像這個點節奏 其實有點短掉 結果他連續打了兩波 大招勻 大招勁命中 這邊理性的Q1是有命中 海浪在一起去過來 魚沒有咬中 下路這邊發生人 滅了兩個人 兩邊各死 一個人 更適合的秘密彈到來 爆破就能炸回來 又是一個艾希 艾希這邊感覺是要倒了 側邊還有Mapos繼續做輸出 他只是在做一個困獸 都慢慢的去消耗喀莎的血量 看一下 閃亮應該是可以輕鬆拿下 那個血量剩下一點點 這一波 我覺得其實打得蠻到位的啦 就趁星朵拉剛回線的時候 那這裡有一個真的很 致命的失誤 是牠的魚居然沒有丟到 喔這是最大的魚耶 對啊 最大的魚沒有丟掉 這個我覺得就 有點 有點可惜 因為你現在魚沒有丟到人的話 是完全沒有效果的 所以 牠如果有丟到的話 我是覺得那個 一口咬下了 對對對 這兩個人可能瞬間爆炸 牠只要在稍微往右邊 右邊一點點 就一定會勾到牠們的腳 這中路也打得害羞了吧 好巧一隻 布拉尼 這布拉尼 好巧一隻 不痛啊 真的不痛啊 真的不痛啊 反而是李星在那邊衝出來了 Q1 Q2 傷害完全不夠 連卡瑪的盾都沒打破 喔 喔這個大絕 嚇得不錯 喝死的 在Q1 Q2在街上 哇這個踢得好 喔6 6 6 開始溜起來了 這個有踢到這個藍寶的尾端 所以最後的話 是藍寶才把這個頭給收下來的 喔我以為藍寶剛剛那個大絕是要直撒 我以為他是要直撒那個塔 塔下這樣子 然後 直進 又一直直直的去燒Mepo 這邊喔 換卡瑪撲出來 傷害也太高了 艾希爆了 欸這combo看起來有點殘忍 這邊啊 藍寶應該也是要死了 貝蒂在左邊慢慢點 劍一劍慢慢點掉 肚子裡有趕著 keerPerty 他之後 ㅐological 額有點掉爆裂的球果 還有 還好 不der 魚還有過來了 要繼續追 上面沒有塔 還要再點一個爆裂的球果 不追了不追 不追了啦 欸 剛剛那個點其實開起來 真的很難講 因為法洛之缸也是沒打 多連鎖的命中 回生一個 藍寶的大絕 這個位置很危險 因為活靠了 可是這邊的話 藍寶已經過熱了 Cata跳下去 把它收掉 吃到一隻非常大的魚 但是Cata沒有倒 喔被推到了 艾希這邊也是爆了 就背對的話 應該說 收掉之後 回身再繼續追擊對方的納米 蠻娜的啦 說著 蠻娜的 呃 就是 也娜掉好幾波啦 這邊再看一下喔 回身之後 雖然說這個大絕下的海OK 但 欸 九筒空大 哇 有點可惜 他應該是想炸災娜 沒炸到 然後自己災娜的話 直接被行蘿拉推到就結束了 明明 但這邊在 往上面做追擊 納米也是爆掉 真的是有差 其實第二場跟第三場 現在就看得出來 他很會扭 他各種指向性技能都可以扭掉 哇 這個根本是用生命去推塔 對 這邊在哪 其實 應該都Q2出來 而且這邊看到說 你們有三個人想要來防止我們吃火龍的情況 中的這邊就可以開戰了 哇 直接融化掉 掰喔 蠻寶掰 那水球框到 Q1命中 但是又是回著一個墮落連鎖有命中 李奇這邊被綁起來打一頓 前來剩下一點點超能解放 把那個解放掉之後 KASA這裡還要再往前跳嗎 沒有 他不用跳 因為 MEMO直接拿到兩顆頭 不給 不給尊重 沒有沒有 不給機會 不給機會 有 他被秘密彈招全中 呵呵 這 這我是覺得有點 有點不應該 炸回來 來 來 喔 這裡超快 這 如果沒有那個慢動作回放了 其實他大概花了一秒 藍寶就消失了 對啦 其實 以職業選手而言 這個閃線是一定要交 藍寶這個閃線不交就 會炸掉 我是覺得啦 這場看起來我的感覺是這樣 就是Super Max已經被玩到有點沒有鬥志 你知道嗎 然後閃電玩的也是有點慢慢 又比5 現在其實Super Max就是 最多就是5個人極力去 單殺一個人吧 這在幹嘛 這太兇了吧 欸 想殺魚 但 好像沒有機會打兵劍 這個 總一要靠過去 啊 魚沒有中 哇 這也被包起來了 中間這邊也是打成一團 閃電的這兩個人 想要再殺對方的這個理性 直接集火的話 Karsall就死了 結果性沒有把Karsall放倒 現在還有機會去推對方的上路 高地塔這個魚怎麼 在這個地方繳機能 納米用大絕雅來救駕了 但被牽了一條線 敵方是妨礙說閃電量去拆自己的上路的高地塔 喔 納米進場 這個進場 問題是他太快融化了 欸欸 少了一個人之後 現在閃電量又可以繼續拆對方的上路高地塔 藍暴也要進來 他想要收頭但是不太敢上去應收 對 Karsall的話是直接用這個 拋繩這把可以定住了 哇 這還要繼續收 還在往前擊殺 納米才現在被逼得出來 這個時候 藍寶配合自己的這個菲斯 往後面切 這個是尊嚴擊殺 這個是尊嚴擊殺 少說要收掉你一個 這個真的是要打尊嚴的 沒關係我們至少收到一個人賺 不跑了 不跑了這個王壞掉了啦 看到這個Naru已經在消 我覺得這個就 就是Superman 我覺得有點可惜啦 就這場崩掉 我覺得他們前兩場也打了 說真的也打得很差 這場感覺出來 4-7其實已經 已經不太在了 對啊 他們後面那個 任務完成的條件就是說 殺到一個人就好 就再多拿一些擊殺 對 多拿一些擊殺 小團戰看有沒有辦法拼一波回來 這樣 這邊的話 還要再殺對方的李星 被綁起來打一頓之後 一顆球朝他的腦袋扒下去 李星倒了 這個時候艾希出來 看到說自己雙面要斷了 最後一下 神將先收完人頭 再把這個據點給收掉 恭喜3-0 LMS睽違已久的BO5勝利 3-0 直落 對 其實賽前 我不太敢講 因為怕獨奈 但是我自己也是覺得3-0 喔 那現在講沒關係 不會翻盤了 對不會翻盤了嘛 這個只是我會被罵 就是馬後胖 沒關係你們罵就罵 只是我真的 那時候是這樣覺得啦 現在外卡隊伍看起來的話 就是說 他們大概五名選手裡面 有三名 可能已經到國際水準 但是 剩下可能有兩三個位置 可以一兩個位置 還沒有到 所以要跟其他區一線的隊伍打 感覺還是實力落差有一些打 就有點怕說 你這兩個還沒到水準的就是 被當成造門去打 對阿 例如說像Jungle Jungleway就知道了 這幾場中也我覺得